很多人在關注的案件 新竹市長高宏安 涉嫌在立委任內 詐領46萬的助理費 台北地院審理中 現在案件是進入到 交叉詢問證人的階段 上午就傳喚了 之前負責高宏安辦公室 財務的前行政主任 這位小兔黃慧文 因為他之前面對這個案件 他是直接認罪的 所以他的身分 從被告轉為證人 在法庭上面 法官要釐清的幾大重點 我們整理在這 包含高宏安到底知不知道 這個帳目上面做這些事情 還有是不是有要求 小兔他這麼做 跟有沒有去挪用公款 那這個小兔他在法庭上面 就跟法官表示 他說高宏安人很好 助理加班都會給獎金 其他立委的助理加班 是沒有加班費的 那這個零用金制度 有爭議的制度從哪來 他承認是他跟高宏安說的 但也強調自己有說 其他方式也可以按照 正常流程 卻向立法院申請經費 決定權還是在高宏安 新竹市長高宏安 一身黑色套裝 一早到臺北地方法院開庭 面對鏡頭不乏抑雨 這是他這個月第三度到法院 因為涉嫌炸零 四十六萬元助理費 貪污案密集開庭 尤其到了結問證人階段 而首位傳喚的就是他 戴口罩 身穿灰色外套 他就是高宏安的辦公室 前行政主任小兔黃慧文 從被告轉為證人 在法庭上向法官解釋 領用金的來源和目的 更說高委員人很好 助理加班都會給獎金 因為其他立委的助理加班 都是沒有加班費的 而領用金制度從哪來 他承認是他跟高宏安說的 但也強調自己有說 其他方式 也可以按照正常流程 向立委員申請經費 決定權是高宏安 不過高宏安日前開庭時 則表示領用金制度 是黃慧文提議 提議是參考前任 立委辦公室的做法 認為是慣例才會統一 負指黃慧文出庭作證 前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和前法務主任陳玉凱 兩人先前認罪 也從被告身分轉為證人 在法庭上和高宏安正面交鋒 領用金的正義 繼續成為攻防重點 華視新聞 林佳穎 梁洪志 侯正倫 台北報導 四late澳بر satisf 策誠